继续是庙宇做公益 罗东城隍庙为了庆祝城隍老爷的圣诞 日前特别颁发优秀清寒学词的奖助学金 总共有101位学词受惠 而庙方希望这些得到城隍爷老爷肯定的学生 可以努力上学 未来有能力的时候 也可以回馈地方造福社会 建庙将近200年的罗东城隍庙 一直是罗东地区的信仰中心 庙方为了公祝城隍老爷圣诞 今天特别颁发奖助学金 给镇内优秀清寒学生 包括国小 国中以及高中职等十所学校 共有101位学子受惠 城隍庙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唤起各界关怀 让这些经济弱势的学生 也能安心就学 同样说手机班线 将做学生 是有为了辅助我们国际党 国际党的将来 对学历尤所成绩 对社会有 有这奉献 有国家效率 县长夫人林素云 罗东镇长林之庙 以及多位民意代表 也都前来参与这项活动 他们也勉励这些受奖的学生 要认真学习 将来若学有所成 一定要回馈社会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一方面呢 高约就在同学呢 还当努力向上 另外呢 各位同学 因为你们有努力 所以呢 当公立了这些奖协金 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人生有许多的机会和命运 机会呢 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命运呢 自己创造 所以呢 我们呢 各位同学呢 都是非常约续的学生 将来长大以后呢 事业有成 工整理就 也会来回馈社会 我们庙方对 不管是低收或独居 很多的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 也都是能够 共同来采取共享乐趣 那今天看到 各位同学 能够在 来选联工逃选 来接受这一份鼓励 刚刚镇长也有听到 往后我们有机会有能力 我们也可以来做这样子的善举 宜蘭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 咱们 disappoint